欢迎你来跟书院学中文 这是中级班的幽默中文课程 请看 树大便是美 有位朋友 给我传来很多精美的照片 是各种不同的飞鸟 有翠鸟 白鹤 大雁 和海鸥 很多很多的海鸥 海鸥哪张照片下面的文字解说是 树大便是美 我刚一看 还以为是 树大便是美呢 我心想 这么漂亮的相片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文字啊 还让人树大便 又想了想 才明白 才明白 人家要说的是 树大便是美 嗨 要是写为 树大便是美 或者 树大 就是美 不就很清楚了吗 中文有些字 有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发音 读错了 读错了 就可能有误解 闹笑话 这个笑话 就是由 树三生和树四生造成的 树三生是动词 树人 树羊 树树 树四生是名词 树字 树码 数学 树树是一个动兵结构的词组 意思是树数字 好 接下来我读一下关键词 精美 翠鸟 白鹤 大雁 海鸥 树 树 大变 恶心 变 好 我再用正常语速 给你们把这个笑话读一遍 有位朋友 给我传来很多精美的照片 是各种不同的飞鸟 有翠鸟 白鹤 大雁 和海鸥 很多很多的海鸥 海鸥那张照片下面的文字解说是 树大便是美 我刚一看 还以为是 树大便是美呢 我心想 这么漂亮的照片 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文字啊 还让人树大便 又想了想 才明白 人家要说的是 树大便是美 海 要是写为 树子大便是美 或者 树大就是美 不就很清楚了吗 中文有些字 有两个或更多不同的发音 读错了 就可能有误解 闹笑话 这个笑话就是由 树三生和树四生造成的 树三生是动词 树人 树羊 树树 树四生是名词 树字 树码 树学 树树 树 树 树是一个动兵结构的词组 意思是 树树字 这堂课就上到这儿 再见